这个《五十二经》 105月 讲完了 说 观 无运 无我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若内 若外 出戏 豪丑 远近 当你这样观的时候 那知道一切 非集运我 非离运我 非相在我 这个时候 正得无我 无我 无我所 一切世间就无所取卓 那因为你不只取 五蕴 世间 又情世间 谷土世间 当然 无我 无我断尽 这一生 生命结束之后 不会有下一生的生命 就得到涅槃 我身已尽 犯恨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有 我们翻过来 看到五十三经 一百零六页 我们来看 他说 这个有一天 佛在奇缘今色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世尊跟诸比丘讲 无常想 修习多修习 就是我们说的 塑塑思维 就是要常常这样观 经常的观 反复的观 深入的观 那么 能断一切 欲爱 色爱 无色爱 掉 慢 无免 那么 这里 断一切 欲爱 色爱 无色爱 把爱分为三种 其实就是欲滩 色滩 无色滩 有时候翻爱 有时候翻滩 然后调举慢 无名 那么这个 欲滩断掉了 其实就正三国 那欲滩断掉 撑也跟着断 所以 这个是五下分解 跟五上分解 那么断五下分解之前 那么一定 要断身戒 戒进取疑 三结 主要就这样 所以断欲爱的时候 就是欲滩的时候 那么撑也一定会断 因为撑是由于欲滩不得而来的 欲滩断了 当然就不会有撑 所以三国的圣者不会有撑 那 三国以前的圣者 出国恶国还有贪嗔痴 三国还有贪 但是贪没有欲贪 还有色滩无色滩 那色滩无色滩 基本上 就是对于禅定 那一种身心喜乐极净的 它还是一种受 它的一种直取 一种受想 它还有那一种直取 那么这个是色滩无色滩 调举慢无免 那这个也是 我们叫上 就是色戒无色戒 那仍然还有的烦恼 就是它只是扶住 但是它依然有这一些 这一些烦恼 吊举 那慢慢要到阿罗汉才能断 那所以出国虽然断了 还有余慢未尽 那说这个无名 基本上就是聚生无名 就聚生我尖 那调举就是心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净 还有这种稍微的这种乱心 没有办法完全的平静 我们往底下看 这里讲是说 你要解脱 解脱就是断尽一切烦恼 一切烦恼中 比较深细难断的 就是所谓的五上分解 五种色无色戒的烦恼 他说譬如田夫 他举个例子 那这个 这些 余下末秋初 生耕齐地 夏天要结束了 秋天开始 那么耕田 发该断草 发该断草 这个该 这个该是草根的意思 发该基本上 发该断草 基本上就是斩草除根的意思 斩断这个草 其实就是 要把这个草 斩草除根了 就是要斩草除根 要把这个野草 淋根拔起 如是比丘无常想 休息 多休息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把烦恼断根 那烦恼的根本是什么 就我见 那我见我爱啊 他这里是从 爱来说 因为前面是从我见 执着我 这个我见 是我与我相见 那么这里是从爱 那我们说 阿含经里面 有时候讲我见 强调在我见 有时候强调在我爱 那我爱有时候强调在浴滩 那有时候强调在慢 那么不管是我见 还是我爱 它都是根本 有我见一定会有我爱 有我爱 一定是因为我见 你不可能说我有我见 但我没有我爱 没有 你有我见 一定有我爱 你也不可能说 我只有我爱 没有我见 也不可能 我爱一定来自于我见 所以有时候 可以说你把我爱断掉了 那么你也一定得解脱 你把我见断掉了 那也一定得解脱 那像五十二经就种在所谓的我见 所以从见上下手 就是离我见下手 那有些就种在我爱 我所爱 所以从离我爱下手 那么阿含经 就是有时候讲根本在我见 有时候讲根本在我爱 有时候两个都讲 我见我爱 最常说的就是无名所富 贪爱所弃 无名就是我见 不知道无我 贪爱就是我爱 我爱有我所爱 我见有我所见 那一般来说 像一般的修行方法 就是从离我爱下手 离我爱 就是离欲清净 那要怎么离呢 就是先淡薄 就是对于你所需要的 我所需要的 我所喜欢的这一部分 先淡薄 就是这个世间没有说我一定要的 我非常你你那我所非常喜好的 从这一部分减轻离 离不是割断 而是你心不直取这一些境界 那通常是五欲 色身相畏处 那就是感官的刺激 从这一部分先 所以你看比丘要三一一波 那要出家 他要处理这个家 他基本上也是一种我爱 要离开他所爱的人 叫做割爱慈亲 然后要出家修行 那拥有的东西 品质不能太好 数量不能太多 颜色不能太鲜艳 那么这些都是叫做会增长我爱 他从这一部分就是从离我爱开始 那比较重这个 那当我爱受到控制 他那个我见就不会 为了获得我爱不断地增强我见 已经获得的我爱也会不断地增强我见 就是这样 那大圣比较强调 就是我们所谓的声吻比较强调从离我爱下手 那大圣的话就比较强调离我见下手 就是强调你那个见 就是吻我 他怎么修呢 比如说阿罕 比如说声吻 你来了 那没有你自己 就是都是大家的 事愿不是你的大家的 那么你所用的东西只是暂时的 也不是你的 那你要吃的 你要每天去脱脱 有人给你你就有 没有人给你你就没有 你穿的东西 你用的东西 你住的东西 甚至要求你在一个地方不能超过几天 住超过几天 免得你懒做 他基本上就是这个叫做离爱 离你所爱的 然后一开始现在要 一开始你最爱的就是你的家人吗 你的财产吗 你有耳的东西吗 你的身体吗 那你的外相吗 又要庄园又要怎样好 现在没有 没有你自己 你头发剃掉 然后穿袈裟 大家都一样 你穿的跟别人完全一样 你不能彰显你自己 然后离你的家 你不管你多爱你的父母 你多爱你 父母多爱你怎样 这些都不管 你先远离你所直取的 所爱的东西 他不叫你断 先叫你离 那么慢慢慢慢慢慢 然后进到僧团里面来 那身体上也是这样 你也爱你的身 那比如说有些人很宝贝他的头发 那全部要剃掉 那像就不一样 那你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 基本上就是摄身相会处 那你喜欢唱歌的到里面也不可以唱歌 那你喜欢吃什么的 摄身相会处 在里面都受到规范 你不能拥有像以前那样的直取 你不行 这个叫做离所爱 那他是从这个方法慢慢让你 从离我所爱到离我爱 然后到离我见 那就是断了这个摊摊的时候 因为你我爱断 你一定要先断我见 但是你的我爱 会不断不断巩固你的我见 你的分别我见 又会不断不断巩固你的巨生我子 那就这样 你就永远生死 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 让你渐渐淡保 那你会发现到 生文律或是出家 他基本上是从我爱下手 然后进去里面的时候 叫你官 无产无我 他基本上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说大圣的 大圣的因为有很多都是在家的 那么他出家基本上是从离我爱 那么在家的 在家的基本上 不管是大圣小圣 他比较强调直接离我见 那怎么样离我见呢 他的修行方式怎么样 他一样有无欲 他一样有无欲 一样有无欲 但是他告诉你不要为了自己 要为了别人 那么舍 就是布施啊之间 就是你要为众生 这是菩提心 他从菩提心开始 那这个生文从什么 出离心 出离第一个要出离无欲 就这样啊你看 就离我爱 离我见 那两个方法都好用 但是看个人 心菩提心 没有自己 不为自己 当愿众生得利益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从这个角度出发 你渐渐想到的都是众生 你不为自己 不管你做些什么事 但这一部分 你如果菩提心 没有很强的时候 你还是不容易断 那也要配合处理 那所以只是说 下手处不太一样 但是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那因为我见 跟我爱 它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那应该是同一个根源 但是它展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那但是我见一定有我爱 我爱一定是因为我见 所以 那不管你从离爱还是离见 都是有效的 而且都是应该 而且离爱之后一定会离见 离见之后一定会离爱 但是要有证件 你如果是离爱 比如说你说像那些苦行外道 苦行外道基本上对无欲也没有什么所爱 没有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离见 就是他没有那一种无我 所以大圣的不但是发菩提心 而且要行六度 而且行六度是以无所得为主 信空位 所以他必须要有智慧 他一样 从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无我的智慧 要不然你还是 所谓的你的菩提心叫做世俗菩提心 他就从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不管是声闻啊 大圣啊 那么都是告诉你 从哪一个烦恼 从哪一个地方下手 对峙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根本 苦极灭道就是要找苦的根本 为什么受苦的根本 苦就是生死烦恼 苦就是轮回 轮回是究竟苦 解脱是究竟乐 其实是这样 那么所以他讲 就好像你斩草不除根 春风车又生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那个苦的根本 那知道根在哪里 从那个根拔起 那我们生死的根在哪里 在我见我爱啊 那这里这里强调在我爱 所以能断一切 欲爱设爱无设爱 调举慢无认 这个就是生死的根本 这个断了一定解脱 那这个没有断还没解脱 出国二国三国还没解脱 出国还有七次生死 二国还有两次生死 三国还有一次生死 还没解脱 但肯定可以解脱 那什么时候可以解脱 看你什么时候断这些 其实就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 先讲这个种子你看 就是说 就好像农夫要收成 你要收成 那么你就在这个时间 已经都收成完了 然后要再下一次的收成 那你要把这个种子埋下去了 那要把那个草 会障碍那个草 那么根连根拔起 所以叫做发该断草 那要怎么样 比丘要无常想 无常想能得无我想 所以那必须要 必须要修无常想 而且要硕硕熏 这个是第一个批语 第二个批语 譬如比丘 如人一草 就割草 手揽其端 拒而夺手 兮尾枯兮落 取其藏者 如是比丘 无常想修习多修习 能断一切 欲爱色爱无色爱 吊子于漫无名 这个跟他们 就是它是割草 这个草从上面割 它这个不是断片 它就是割草 那割草 你要割草的时候 你一定要 这个草很软嘛 你一定要手抓住那个草的什么 顶端 那手的顶端 从那个刀子从底下割 不然你割草割 你一喷草就倒了 你根本就割不掉 所以你一定要抓住那个草 它整把的吗 很多烦恼吗 整把的 那做出那个草 然后从底下割 它也是 你一定要用对方法 找到知力点 然后就找到根本 从底下割 你才能割得断 不然你一割 你一割 它就怎么样 草就倒下去了 它又不是树 直直的在这样子 你一句句 它都不会动 草 你一割它就倒 所以你要抓住那个顶端 草的上面 然后 然后 抓好了之后 然后这个 把它割掉 但是他这里讲到 手揽顶端 举而夺手 那么 把这一些尾巴的都抖掉 它的意思不是割草 它的意思是 有些人割草是要用的 或是 比如说他们铺那个吉祥草 也是这样 他要取那个草来用 那 他要取那个草来用 他要割草 他必须把上面抓住 上面抓住的时候 割掉的时候 然后 怎么样 那么上面的那些枯萎的叶子 枯萎的叶子都弱掉了 他就取那个好的草 没有 枯萎的草不能用 那么他这个 意思是你要抖掉你所有的烦恼 你才能够取到你所要用的 所以取其常者 如是比丘无常想 就是你要用对方法 你没有用对方法 你就割不到草 你就不能割到好的草 有用的草 所以 那用什么方法 用无常的方法 你才能真正 你才能真正得到解脱 其实是这样 所以无常想 休息都休息 能断一切 欲爱 涉爱 无涉爱 吊举万无名 那这个断 这些烦恼就好像抖手 抖手是精神 要很抖手 就是要很精进 那么你要有用力 把那个草稍微弄一下 然后割掉 然后把那个不好的草弄掉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都是辟欲 辟欲告诉你 你方法要用对 那么修行要从根本下手 那那个方法要正确 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 那这个叫做方便 然后要很有力量 然后要去掉那些不好的 那这些就是欲爱 涉爱 吊举万无名 第三个辟欲 譬如安罗果浊树 满风窈窍 果稀多肉 这个安罗果一般 一般多数都解释成蛮果 叫做安魔罗 但是安魔罗到底是不是蛮果 当然也有很多种说法 不过一般都是解释 安魔罗就是蛮果 不过我有一次去朝圣的时候 我一直有疑问 我就问那个印度人 我说你们的安魔罗是蛮果吗 他说不是 安魔罗是另外一种什么什么 他说有一些人也说是蛮果 学者研究有些说是 有些也说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一般就把它讲说蛮果 比如蛮果树 蛮果 蛮果树里面长满了蛮果 蛮果 蛮果我们 这里也有蛮果 所以很容易就明白 蛮果树长的时候 它一枝里面 这也是挂很多颗的 大的时候很大 满风窈窕 就大风一吹 这个果 都什么样 掉下来了 如是无常想 休息都休息 人断一切 欲爱色爱 无色爱 掉起来 后面都一样 它意思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要用功 那你没有用功的话 你没有力量的时候 所以五根五粒 信尽念定位 你没有这些力量的时候 那么这个果实不容易掉落 那你就好像你结了很多 你有很多烦恼 你有很多烦恼 它是用避遇 当然芒果 你就是不大风缺 它时间到它也会掉 但是你的烦恼时间到 不会自己掉 这个是差别 那你要让它掉下来 你必须用大风缺 它熟的不熟的 就是你的烦恼 轻的重的都会掉下来 那其义是这样 它只是屁育 那不是说像水果这样 水果你熟了它自己掉 但是烦恼熟了不是掉 烦恼熟了会怎么样 就受夜暴 就夜暴熟了就会受苦 那这个果也可以叫做苦果 苦果 那么苦果就是你生死的苦果 那你如果没有用大风缺的话 那么你就会遭受生死苦果 那如果你在它还没成熟之前 你就把它催落掉 它就永远不会成熟 就是还没成熟之前 你就让它掉 那么这个就不会再成熟了 当然有些水果小颗的 你就是还没到成熟的时候 掉下来它就不会再成熟 那一样 那我们的夜就是不断的成熟受爆 然后受苦 一般我们把它受苦叫做果 苦果苦果 这是经常的比喻 那会受苦是因为有业 那为什么会造业 因为有烦恼 那为什么会起烦恼 因为有我见我爱 就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非常大的力量 那么断掉这个烦恼根本 我见我爱 那么你就不用再受这一些苦果 它基本上这个比喻是在说这一件事 那果稀多肉 就是不管大果小果 已经成熟的没有成熟的 你只要把这些断掉了 你以后都不再受 那已经成熟的怎么办 现世受 现世受 因为没有吓一声了嘛 所以阿罗汉也要现世报 他已经成熟的都要受 佛也有九罪报 那就是说 已经成熟的你就一定要受 这一次受 没有成熟的呢 就没有了 不会再成熟了嘛 那所有的苦果 不管是苦的热的 但是这些只要是轮回都是苦果了 那么没有成熟的就不会再受 已经成熟的这一次受完就没有了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身心也是个果报 所以这一次的生死完了以后就没有再生死了 没有生没有死 就没有因生死而有的老病 验证为爱别离求不得 就没有这一些苦 没有这一些苦 没有苦苦 没有坏苦 没有辛苦 不会 但这一生还有 这一生的果报还在 所以叫做生苦 心不苦嘛 那么这一世受苦 未来是不再受苦 那其实是这样的 那这个辟医师在说这件事 那你要把所有的未成熟的这些苦果都不再受 已经成熟的也会种就会轻受 就算他就算他很苦 你也会生受心不受 也有阿老汉这样啊 最常见的两个例子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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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这个是 木剑人 木剑人你看 被打死打到全身疼痛 另外一个是家流投影 家流投影 因为过去生 据说啦 据说他过去生 这个做官 贪污 那么害很多百姓受苦 后来他良心又不安 又把这些钱拿去布施 那所以他这些夜报成熟 他要受很多很多的苦 那他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是六群比丘之一 那就是很会捣蛋啊 很多戒都是因为他受的 治的啊 后来自己唱了 那么就发愿 他最后有证阿罗汉 六群比丘有两个证阿罗汉 最后有证阿罗汉 那么他发愿要度一千家的人 证阿罗汉 在度到第一千家的时候 被人家陷害 又被人家砍头 头丢到厕所里面去 但是因为他阿罗汉嘛 所以他 就是他有这样 虽然是阿罗汉 他也有这样的果报 那这两个大概是 就是沐建连跟迦勒头丢 大概是最苦的啦 就是县世受比较剧烈一点的 好一点点的像央杰摩罗 央杰摩罗你杀了很多人 所以他去脱坡的时候 都被人家打到全身流血回来 那么但是他还没像 沐建连被打到全身烂掉 命没有办法再相续了 这阿罗汉连头都被砍起来 头跟身体都堆到厕所里面 因为怕被人家发现 那这个大概是 果报上看起来 比较我们说 比较剧烈一点 比较苦一点的 那如果现在的人不知道 就是说 这个人过去是做什么样子 那你就会认为他没有修行 不是 他是阿罗汉 他只是现世报而已 因为过去的月已经成熟了 他没有下一生了 不会再受苦了 其实是这样 那好一点的 我们就说像央杰摩罗 这算好一点的 因为他杀了很多人 每次脱坡都打到全身都是血 大家也知道他是阿罗汉 佛教徒当然不会打他 但是外道或是一些不信的 因为他的家人因他受伤害 他有恨 虽然央杰摩罗心中已经没有撑了 已经没有撑了 但是你伤害的人心中还有撑 这个叫做仇对 因果仇对 就是说你的烦恼解决了 别人的烦恼还没正开始而已 正剧烈而已 那如果单单只是因为你的烦恼受苦 你的烦恼没有苦就没有 但是你的烦恼你自己受苦 你又让别人受苦 你现在没烦恼了 别人烦恼正开始 那么他还是会有仇对的苦 果报上 所以正在阿罗汉 为什么还有县世报 还是有这些业果而有的成熟 就算那个人现在在地狱 或那个人变成一条虫 他也时不时生在你旁边 一定要咬到你全身发肿 那一样道理 他会有这样的果报 好 那这个是我们想到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 那你把用大风 就是你用大的力量 那么用对方法 用振奋很大的力量 那么把它这个除掉 这个跟前面的斗手是一样的 用力量把这些不好的去掉 用这些力量把这些所有的果都摇落 不管已经成熟没有成熟的果 以后不会再受苦果了 那已经成熟的 他就这一次受报就完了 那要看你过去一生 就是说你还没用大风摇落之前 已经有多少的果要成熟了 只是看这样而已 但是不管 要不是重罪轻受 还没成熟的就不受 已经成熟的重罪轻受 那没有办法的 那就是深受心不受 所以重点来讲就是你不会有苦了 但是深苦可能还有 好 或是轻的苦可能还有 那第三个辟语 但是他这里的前提都是 要观无常 无常想修习多修习 那我们说的是 说说思维 读一尽处专精思维不放欲注 阿兰钦里面常常这样 那意思是一样的 他用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名词来说 我闻法后 这个是阿兰钦常说的 那这个法基本上不离开无常无我 我闻法后 说闻的一定不离开无常 或是直接就讲无我 那么无常一定要增结到无我 那这个就三法印嘛 那有无我得什么 得涅槃 涅槃极尽就是 极尽就是不会再有烦恼 不会再有生死 那其实就是得涅槃 那一定是透过无常到无我 或是直接观无我也可以 这个就是要三法印啊 那么如果 如果有些就加上诸受是苦 一切 一切法是苦 世间是苦 就这样苦 就诸行无常 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然后再加上涅槃极尽 就变成四法印 通常是这样 我闻法后 闻的法 闻的法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说这个无我里面 无常无我 它基本上是从两个根本 就是我见我爱 这个主要就是离我见离我爱 离我见离我爱 舍离我见舍离我爱 或者离我见断我爱 基本上都一样 断离舍离 因为我见我爱是根本 它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讲无名 有时候讲贪案 有时候说你只要断义法 肯定可以解脱 断什么 断贪 断玉贪或断贪 你一定可以得解脱 有时候你只要断义法 一定是解脱 断什么断无名 分别无名 聚生无名 就是这样 我闻法后 所以有时候佛陀会跟你讲 佛说法为说断玉贪 佛说法为说断无名 我闻法后 独一尽处 这个是爱案经常常说的 就是佛弟子还没去听佛说法 要去听佛说法 先跟佛讲 保证 我听了之后 我一定会回去好好的努力思维 然后用功 然后不维护佛陀对我们说法的期望 他是这样子的 独一尽处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专精思维 不放异住 不放异 没有懒惰懈怠放异 就住不放异就是一直用功 我们说你要如理的思维 专精的思维 说说思维去就是这样 就是这里讲的 有力大风夺手 说说心许 休息多休息 就是这里说的 休息多休息 好 这里用了很多个批 基本上是八个批 八个批 第三个批是芒果 大风瑶落的批 第四个 第四个 譬如柔格 高楼大厦 柔格 忠心坚固 众财所依 色寿不散 那基本上是像一栋房子 那它不管你多高 在印度也有盖很高的 中国也有 比如说你盖七层保长 它也很高 那么不管你多高的楼 多大的房子 我们说高楼大厦 那么一定要有几根 以前都是用木头的 现在就不一定 那也有用石头的 那个有一些 比如说像埃及 澳洲他们有一些 那个大房子都是用石头 去取那个很大的石头 那叠起来的 那中国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多 印度应该也是用木头多 就木头干 早期啦 更早的时候 佛陀那个石头应该也是木头 然后忠心坚固 众财所益 色受不散 那么这个房子你看 它一定要有柱子 要有几根柱子 那么几根主要的柱子 有些是四根 有些是八根 有些是十根 看多大 那么这个十根柱子 一定要很坚固 那你只要其中一根不坚固 倒了它力量就往那边倒 这整个房子都倒了 然后上面都还有很多 很多小根的 像我们这个是也有 不过就是一般的房子上面还有小根的架起来 然后小根的上面还有更小根 然后才有瓦 那这些都是木材的 当然现在就不一定了 那就木材了整个 你会看到很多的木材 大根的小根的整片的 那么都是要依这个柱子 中心的这个柱子 几根的大柱子 那么这个柱子如果不坚固倒了 大根小根其他的全部都会倒 那房子就倒了 所以它举这个柔格 那么中心的这些柱子要很坚固 仲才所依 那么其他的上面的横梁 上面的木娃 什么这些 都是依着这几根柱子 这个房子才坚固 才助力着 它不会倒 不然风一吹就倒 地震一摇就倒了 色受不散 那么无常想休息都休息 能断一切欲爱色爱 不色爱调举慢无名 就是你这个无常想要很坚固 那怎么样坚固呢 我们说你这个官坚固 表示说深刻 你的法不深刻 阿罕经也说过 大部分人的法不深刻是因为 第一个没有入心 就是说我们只是入耳 入眼 眼睛看过耳朵听过 但不入心 就是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常常去思维它 那佛陀举的辟意就是说 一根汤匙 一根汤匙去尝这个味道 尝了一千次 这根汤匙也不晓得这个味道是什么 但是我们用我们的舌头去尝味道 一点就知道 这个是咸的 这个是甜的 这个太 这个能吃 这个不能吃 那么一样 你没有入心 你没有入心 就像 就像你只是用眼睛 用耳朵 听过 看过 想都没想过 那很多是这样的 就好像 一根木的汤匙 去尝这个味道 这样而已 味道 有一些味道会留在木头上 木这个木汤匙上 确实 但是这个木头 永远不知道 这个味道是怎么样 但是 如果你入心了 那就好像 舌头在尝味道 那这个法 殊胜不殊胜 那这个法 能不能对治烦恼 对治哪些烦恼 那我要怎么样修 我修到这样 是不是究竟 我修到这样 是有没有走错 你完全知道 那么 这个部分 就是说 你要 就是 你要对这个法要深刻 深刻 所以一般法 如果不入心 那这个法的利益就不大 那要入心 一定要思维 不思维不入心 因为你想 是用心来想的 你如果念 是用嘴巴念的 你看 只是用眼睛看 但是因为我们习惯 都不想太多 诵经 词咒 念佛 拜佛 不用想很多 跟着做就是了 拜了十年 念了十年 你也可以念到一心不乱 但是 那只是专注而已 虔诚而已 那没有办法 可以知道 这个法 法还是不入心 法还是不入心 那不入心 基本上 如果一般来讲 不入心 有两种原因 一种就是 你不思维 你就不入心 一种就是 你太傲慢了 你自以为是 你虽然想 但是你觉得 你还比较厉害 你想的才是对的 这些是不对的 你特别有自己的方法 那你自以为是 那么他也 虽然你有想 有思维 但一样不入心 那 基本上是这样 好 所以这里讲 他再举一个例子 他说 譬如一切众生鸡 前面是楼阁 那 那这里再另外一个例子 一切众生鸡 就一切友情 鸡就是足鸡 足鸡 脚印 那我们有很多众生 蚂蚁也是 蚂蚁也是 青蛙也是 人也是 然后马也是 鸡啊狗 他说 一切众生的脚印 以什么脚印最大 像的脚印最大 这个是陆地上的 如果说 众生类里面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不要讲 看得见的 就是 像是最大的 陆地上的 如果所有一切来看 那个就是蓝鲸 鲸鱼 它是最大的 但是鲸鱼没有脚印 它在海里面有 它没有脚印 但是它游过也有那一种 水痕 但是如果我们说 看得到在陆地上的 大概就是像 没有比像的脚印更大的 没有啦 像鸡最大 就是像的脚印最大 能射受过 它的意思是说 所有的修行里面 那么最殊胜的 可以射受 可以射受一切的修行 那你得解脱的 就是无常 就是无常像 因为重点就是无我 重点就是无我 那有哪一个地方 路无我比较快 有无常 那么可以 可以导入无我 那么可以断一切的烦恼 你只要正得无我 你就能断一切烦恼 你只要 如理思维无常 你就能够正无我 你只要正得无我 你就能够断一切烦恼 离一切苦 所以照见五云皆空 度一切苦恼 你就能够超越一切的生死 一切的苦都从生死中来 一切的生死都从我见我爱中来 一切的我见我爱 依无常能得消除 他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常常要观五常 所以早上我们讲 那么什么是无常 无常不是你看它 忽然发生变化才无常 你眼睛睁开是无常 看树叶掉下来 你眼睛闭着还是无常 你知道不知道它都是无常 它时时在发生 但是我们只有在特别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 我们才看到诸行无常 没有 它刹那刹那在变 所以你要常常这样想 坐着的 看见一切都没有变化的时候 你看见什么在变化 什么在变化 你就坐在这里 就面对了墙壁 你已经看不见 你已经面壁坐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墙壁在变化 旁边也没有什么境界 甚至你眼睛闭起来 你光露西的时候 你看见什么是无常 呼吸是无常 甚至没有呼吸 你看见什么是无常 心念是无常 真的啊 念念念念 刹那刹那 其实一切都是无常 那我们由内到外 或是由外到内都可以 从外面的无常一直关 关到什么 我们身心的无常 那么再从无常看到无我 那你从身心的无常自己看 往外看看到一切都无常 也可以 那有些像修不禁观也是这样 去观尸体的不禁 看到自己的身体也是不禁 那么看到自己的不禁 就从指头开始观不禁 看到一切众生都不禁 那那个是对自烦恼的 一样 那这个无常也是这样 那你就这样看 这样看 那你不是说眼睛眨开才无常 眼睛闭着就没看到无常 眼睛闭着 你可以观察到心念的无常 它一样是无常的 其实就身心嘛 色受想行事都是无常的 好 所以你对无常的观念先不要错觉 你一错觉你就会觉得 好像是你观就有无常 或是特别发生什么事 你才能看见无常 那其实不是的 就我们早上讲 就好像庄子 道在哪里 在柔椅 怎么那么低 在死尿 更低了 在一切法上面 在一切法上面 包括你认为没有道存在的 死尿 柔椅身上都有 因为 如果从佛法来讲 一切法无常 即使是释迦摩尼佛德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也是无常 那一样 一样 你不能认为 噢 释迦摩尼佛这个身是金刚身 它是常 没有 它一样是无常 所以他会问 色中有如来吗 色中没有如来 如来中有色吗 没有 如来中也没有色 这个就是没有那种 以色为我 那个常 没有 那这个我们要了解 好 那一切众生 鸡相鸡为大 能色受故 其实说 这个修行的方法里面 大概色受 色受一切的 因为一切法都无常 一切 一切法 叫做诸行无常 那么行是有违法的意思 一切有违法是无常 如果无违法 当然它不生不灭 它就没有常无常 这种 无违法就没有常无常 是因为世间 世间叫做有违法 有生有灭的 有违法有四项 哪四项 生住意灭 无违法不生 不生就没有住意灭 没有 不生就不灭 所以 这个时候也叫做诸行无常 好 能色受 这无常色受一切法 那你可以从一切法去关无常 那你关了之后 你就能够证得无我 断一切烦恼 当你断一切烦恼 那这里是从欲爱色爱无色爱 吊举曼无名 来说一切烦恼 一切烦恼的根本 那你断一切烦恼 你就断一切的生死 断一切的生死 你就断一切的苦 既是这样 那么你没有了一切烦恼 没有了一切苦 那一种境界就叫做涅槃 极境 那一种境界就叫涅槃极境 所以他说是这样 无常想 休息都休息 就是你要常常这样想 常常这样想 而这个常常不是说 你有空的时候就坐下来想 不是 你没空的时候也是知道是无常的 你不用特别想 你直接就关到无常 一样 那么譬如掩浮体 好像很快 先下课好了